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二十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王报 当时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以及世界有关的消息 根据天津日报报道 据天津廖国勋智桑小组工作消息 在四月二十七日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 因为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向年只有五十九岁 根据公开资料可见 廖国勋是土家族人六三年生四川成都人 在八三年加入党 而八三年八月参加工作 全日制大学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树立廖国勋简历资料 可见他常年在贵州耕耘 从贵阳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之后 就担任贵州某中学教师和团委副书记 之后又在另外一所学校担任教师和书记 随后担任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 州委组织部秘书科副科长 职工办副主任主任等职 之后又立任贵州省委组织部办公室科员副处级巡视员 干部调配处副处长 贵州省委办公室秘书三处处长 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等 从二零零六年开始 担任贵州省同仁地委副书记 行属专员地委书记同仁市委书记 二零一二年四月担任贵州常委常委秘书长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二零二零年二月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 四月同时担任中国浦东汉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二零二零年八月开始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九月担任天津代市长 市政府党组书记当选天津市市长等 廖国轩突发死亡让外界觉得十分意外 此前香港媒体曾报道说廖国轩即将接任上海市长 但是后来消息并没有被属实验证 廖国轩在贵州有长达三十二年的经历 外界普遍认为他是陈敏尔所提拔之人 陈敏尔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 两人在贵州当地重叠时间有三年之长 另外他与栗战书的过往也引起外界关注 栗战书在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担任贵州省委书记 而调任中办之前廖国轩则提任贵州省委常委 廖国轩最后一次公开路面是在四月二十五日三天前 当时天津开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工作会议 市生态环保委员会会议 市污染防治攻坚站指挥部会议一同召开 市委书记李鸿忠当时出席会议并讲话 而市长廖国轩则亲自做部署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济有关的情况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香港私募基金的一位知名负责人表示 中国已陷入深度危机 据报道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执意创始人 以及主席现在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 他表示这些政策导致了与全球金融风暴相当的深度经济危机 山伟健所管理的PAG管理超过五百亿美元的资金 他表示现在的资金已经从中国分散开来 对在中国的投资组合极为谨慎 在金融时报所获得的一段会议视频中 他表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此刻处于过去三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市场对于中国股票的情绪也处于过去三十年来的最低点 我也认为中国民众不满情绪处于过去三十年来的最高点 山伟健在视频中表示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地区 包括上海已被严厉的清零政策搞得半瘫痪 这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他说中国给我的感觉就像二零零八年的美国和欧洲 虽然我们对于中国市场和潜力仍有长期信心 但是现在必须保持谨慎 消息是向金融时报透露 这段视频是在与经纪人会谈时录制的 这是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录演的一部分 在上个月申请了二十亿美元的首次公开莫股 预计将成为香港今年最大的上市项目 公司股指高达一百五十亿美元 而在善为间发布有关言论之际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集团 在中国的赌注获得回报方面则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整理报道 中国有许多快速增长的公司被禁止在国外融资 原因是中国政府有关于数据安全和外国上市出台了全面的新的规定 而同时中国的清零政策导致上海被封锁长达五周 导致对中国股票的大幅抛售 去年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黛蒙曾经开过一个玩笑 说他的银行会比中国共产党的寿命更长 之后他纷纷进行了两次道歉 而山维健本人是香港和中国大陆最资深的金融家之一 他在二零一零年创立了PAG 也曾经是私募股权公司TPG的共同管理合伙人 并且领导了摩根大通的中国团队 他在中国领导的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 包括二零五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 早年时候他被任命为阿里董事会的独董 也在中国国有中国银行香港分横 国有宝钢以及最大计算机公司联想董事会任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